政府星期四起重開泳灘和泳池 至於戲院、表演場地和主題樂園 人數上限會放寬去到七成半 亦都會向行會建議容許恢復宗教聚會 人數上限是場地容量的三成 疫苗報導 星期四起 政府將會有條件恢復部分較低風險的活動 包括沙灘、公眾及私人泳池都會重新開放 至於戲院、表演場地和主題樂園 人數上限將會有五成,放寬至七成半 過去一個月曾經出現食肆和健身中心群組 但考慮到業界願意積極配合提升處所的室內換氣量 和遵守相關的感染控制措施 我們目前沒有計劃收緊相關的營業限制 另外,當局將會向行會建議豁免宗教聚會 人數不可多過場地可容納人數上限的三成 除了領性體之外不可以飲食 如果通過的話,最快星期三實施 政府亦打算在4月下旬 被住在英國的香港人經指定航班回香港 低風險地區的人士入境強制檢疫將會減至14天 包括澳洲、新西蘭和新加坡 當局現在和新加坡討論,重啟旅遊氣泡的安排 建議參與者先打疫苗 控制好疫情才是先決條件 那個雙測試,即是出發前的檢測 和到報後檢測完才可以離開機場 這個雙檢測是必不可笑的 跟著去和其他地方討論及旅遊氣泡的時候 我們都會看看對方會否都提出用這個接種 作為一個起步的先決條件 亦都會徵詢雙方有關的衛生當局 以專業的層面去討論雙方認可的問題 政府又說已經寫信給日本、韓國、泰國等十幾個國家 希望建立旅遊氣泡 而限聚令等社交距離措施 將會延長兩個星期至下個月14日 政府說現在是策略階段 如果在復活節稍為鬆懈的話 疫情隨時會反彈 有線電視記者葉廟報導